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香蒜黄油酱 这个酱可以抹面包,煎牛排,煎虾等等都非常美味 材料就是这些 如果没有欧芹的话,可以考虑用香葱,香菜,或者香芹叶代替 把欧芹洗干净切碎 放到黄油里,黄油要提前软化 把蒜压成蒜泥放进去 如果你喜欢蒜味淡一点的,也可以少加点蒜 喜欢浓的也可以再多加点 然后挤入柠檬汁 哎呦哎呦,手滑了 再放入盐 这个盐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调整 然后把这些材料全部搅拌均匀 拌匀以后,这个香蒜黄油酱就做好了 是不是特别特别简单 当时做好就可以用 但是这么多肯定用不完 就把它放在锡纸上 然后卷起来,冷冻保存就行了 这样卷起来以后,把两头往里捏一捏 它就变成圆柱体了 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 等你什么时候想用了 就拿出来切片就可以用了 煎牛排的时候可以放一片 还可以抹在面包上 把面包烤得脆脆的 就是香蒜黄油面包片 然后我今天用它来做个虾吧 做一个香蒜黄油虾 也特别好吃 把虾去头去壳 这堆虾头和虾壳别扔 等会儿用它熬个虾油 把虾壳清洗一下 然后把水分滤出去 倒在锅里 放一根香葱 再放点姜丝 放几粒花椒 大概是一克 再放一片香叶 两个八角 然后倒油 油跟虾壳齐平就行了 不用太多 因为这个虾壳本身也没多少 油少熬出来的虾油味道浓 多了比较淡 这个自己掌握就行 放到火上 先开中火加热 可能有的小伙伴担心 虾壳里有水 和油一起会不会崩油 凉油一起加热就没事 基本就不会崩油 看我这个 加热到开锅了吧 就给它调成小火 然后可以用铲子压一压这个虾壳 这样它虾壳里的环流出来 虾油的味道会更浓 就这样小火慢慢煎它 煎到虾壳都变脆了就可以了 差不多20分钟吧 具体也得看你们家那个火的大小 反正你看这个虾壳 它酥酥的脆脆的了 就可以了 就是注意千万别给它熬黑了 要不然就白辛苦了 然后把油滤出来 可以晾一晾再往外倒 不要烫到手 看我这个虾油就做好了 找一个瓶子给它装起来 炒菜或者做虾仁粥啊什么的 都可以放点 为了让这道菜更美观一些呢 我把虾开了个背 把虾线取出来了 当然了 你也可以直接取虾线 不开背 这不是拍视频 为了看上去更有食欲吗 是吧 虾仁都处理好以后 洗干净擦干水分 这一步我忘了拍了 然后把锅烧热 放一点虾油 喜欢蒜味更浓一点的呢 可以再加点蒜 如果懒得切蒜了呢 不加也行 再直接放一片香蒜黄油就可以了 炒出香味以后 把虾放进去 香蒜黄油放进去 搅拌搅拌 等黄油融化 然后就可以给虾翻面了 加点盐和黑胡椒 然后再炒匀 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你要不想做香蒜黄油酱呢 这道菜也可以做 放点油 蒜末 放虾 盐 黑胡椒 把虾都煎熟了 撒点香菜或者香葱 提活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 剪脂菜搞定了 有了香蒜黄油酱 你也可以不开火 和虾一起放入空气炸锅 加热个几分钟 把虾加热熟了也行 反正怎么做都好吃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 点赞 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